嗨,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是 最討厭銀行的排行榜 2022年票選出來的結果 趕快來看看吧 相關的資訊呢 可以看一下我們左邊的這個QR控 掃進去就可以看到 最完整的投票資訊了 我們要從哪一個開始看呢 我們先從第三名開始看好 登登 連線銀行 總共有62個人選擇 連線銀行最討厭 它的得票率有11.7% 每100個人裡面就有12個人討厭它 到底怎麼一回事啊 Linebank 2022幾乎沒有什麼活動 主要在推貸款業務 刷卡回饋跟高利存款都大幅的縮水 實在很令人失望 所以只好能動起來 騙人申辦銀行 前期的高息高利率 到後期低息低利率 2021年回饋一級棒 2022年的回饋甘拉賽 希望能加油 明年重新來過 回饋一直控 從原本超級潛力股變成世界爛 而且跟Linebank完全沒有達到什麼優惠 有名無實 一開始優惠不錯啊 但慢慢的就爛了 感覺被騙了哈哈 很少再用了 剛開始很多活動可以參加 也有很多優惠可以拿 越改越差 失去了辦這張卡的意義 希望可以把活動辦回來 其實Linebank也沒有多不好 畢竟它免費跨提轉的次數 還是很多可以利用 但是在刷卡回饋的部分 全部由使用的銀行來講 回饋是降最多的 所以分數比較差 Linebank一開始玩的回饋呢 還算大氣 但後來一直縮水 虧損真的影響很大 現在只剩跨行轉賬 能夠好好利用 雖然不到討厭等級 但利多差太大了 所以分數給的不高 快點給它砍到剩下一% 口袋賬戶的活存利率又下修 申請存款證明 不能及時取得要隔天 這些都是大家不喜歡它的原因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總分呢 這次拿到了2832分 除以62人之後 它的平均連50分都不到 就是45.6% 純網銀其實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它開戶要充開戶數 但是呢 它要撒非常多的錢 等到這些銀行呢 把人通通都揪進來之後呢 它又沒有辦法獲利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難以經營的 一個企業的形態 我也希望他們能夠找到 就是突破的窗口 比如說他們可以來賣保險 那可能明年還有所謂的人壽保險 他們就可以慢慢的透過這些錢來獲利 那也許以後給的回饋就不會那麼難看了 我們先從第四名開始看好了 第四名是 國泰釋華 國泰釋華這次的得票率呢 有29票 它的得票率是5% 每100個裡面呢 有5個人不喜歡國泰釋華 今年該銀行系統常常出現突發壞掉的狀況 對用戶來講真的沒有安定感 國泰一天到晚打來問要不要貸款 煩不煩啊 我看起來像缺錢嗎 加上你們這兩年出包這麼多次觀感不佳 Cube卡 專柬便宜的心態 利用民眾切換錯誤或者忘記切換 賺取價差 既然以同意給優惠 卻又貪賭便宜要少給 非常的難以苟同 這張卡片最大的一個問題呢 常常會忘記切換 或者是你先切換了 後來又有一筆大筆的刷卡有進來 那怎麼辦 你就吃不到了 所以很多時候呢 你只要由3%變成0.3% 你吃一次虧兩次虧你就會放棄使用了 所以這個也是大家在用這張Cube卡的時候 需要特別注意的 國泰都沒有推出優惠的數位賬戶 雖然有 但只限定25歲以下的人 感覺不是很好 雖然新的信用卡不錯 但是還是不喜歡它 信用卡的規則太複雜了 常常出包維修 連優惠券都要登錄 還卡住要一直登錄 不知道何時才能拿到回饋 要等非常的久 這是它本身產品設計就有問題 就是為什麼不能夠即時回饋呢 等兩三個月等到你都忘記了 然後那些點數才進來 那你也不知道說到底是哪一個活動的 很難去核對 福利一再縮水 雖然有許多的優惠活動 但回饋方式真的非常複雜 感覺不夠聰明的人無法得到該有的回饋 燒腦得選方案 還限定一天一種 還得在APP或官網登錄活動才有加碼 真的是限制重重 來看一下它的得分 這次呢一共拿到了1459分 除以29之後它的平均分數是50.3分 那這個比剛剛的那個連線銀行還要再高一點 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第五名好了 到底是哪一間銀行呢 中國信託 中國信託是第五名 它的得票數是29 其實它跟剛剛的第四名國泰史華拿到的票數是一樣的 每100個人裡面呢會有5個人是討厭中國信託的 其實也沒有特別討厭哪家銀行 硬要選的話可能就中信吧 省卡的時間太短 像LinePay 英雄聯盟卡 想當初low卡外送10%時我幾乎是天天叫好叫滿 只有ATM台數多什麼優惠都沒有 救護的數位存款沒有高利 連轉帳還要手續費都沒有好處可言 信用卡回饋通常是新卡最好 到最後變成虎頭蛇位 甚至停卡的下場 而後續也沒有再推出新卡 一直朝能犯了無新意 之前辦的英雄聯盟卡 刷卡金回饋都要等非常久 還勉強用 後來因為網購回饋被取消了 就不再用它了 零貴人潮太多 每次去都要排隊排很久 浪費時間 中信卡的話呢 其實多年前也是我的主力卡啦 包括使用它的里程卡 ANA啊 然後滑航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這些卡片要講年費的 我都陸續停掉了 那近期呢 我也把我的刷卡的重信 慢慢的轉換到 國泰史華Cube卡上面去 所以我跟中信人往來就只剩下 這個眾所税 分期付款還在扣 這跟它往來慢慢的變少了 也希望他繼續努力 然後能夠推出更好的服務 把這些客人的新能給抓回來 中國信托這一次的總分呢 是1269分 除以29人 它的平均是43.7 這個分數呢 也是非常的低的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名 是哪一間銀行呢 該不會是 大家最討厭的 登登 花旗銀行 真的是破天荒喔 花旗呢 從第一屆到第五屆 通通都是第一名 現在 居然被某一間銀行給踢下來 他拿到了第二名的寶座 是因為他要被詬病了嗎 大家對他就比較仁慈一點 我們來看看 花旗銀行呢 這一次有69個人投他 他的得票率居然高達13% 就是每100個人 裡面有13個人討厭他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的意見 信用卡無論如何就是申辦不過 自認信用分數良好 不懂內部審核的基準為何 電話行銷非常擾民 一堆保險合作推銷 還直接打來公司 這是非常大忌喔 行銷電話一直打 Cash Rewards信用卡回饋 有門檻300塊 使用上不好用 我的最低分數就是60分 APP超級難用 根本登不進去 一直需要換密碼 還有客服很難打 曾經跟客服提過 APP難用這個問題 客服人員回答我 我已經不是第一個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了 所以他就真的是擺爛啊 然後沒有打算改善這樣子 太多的推銷電話 每周都會一直打 只是以前有辦過卡片 後來還會持續打來 真的是受不了 現在都列入封鎖名單 不守信用的公司 常常打電話來煩人 好康寧 都你拿就好了 有夠爛的 花旗沒事都會發簡訊 跟騷擾電話 都要合併給其他家的 還在垂時掙扎 而且聽到朋友說 花旗卡常常被盜刷 客服很難打 有點可怕 他的蕭金要離開我們了 感覺賺完錢 就要拍拍屁股走人 我不喜歡這樣 應該要永續發展才可以 不喜歡 再來就是第一名 第一名到底是哪一間銀行 就是領先群雄 來看一下 台新銀行 台新銀行 這是我們這六年來首次 成為大家最討厭的銀行 但是明年有可能會有改觀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基本資訊 這一次他有70票 也就是說 每100個人裡面 有13.2個人選他 其實他跟花旗的票數非常的近 但我也很好奇 大家到底討厭台新 討厭的地方在哪裡 Richard對舊戶極度不友善 信用卡回饋的條款複雜 而且又設有低銷的門檻 本來就對阿哥哥賬戶好用 利率高回饋高 但現在都變成存款利率低 刷卡回饋低 還有一堆複雜條件 才能有回饋 還好他在2023年4月之後 有稍微改善了 對舊戶完全不友善 有了新人忘舊戶 回饋砍到劍骨 想要多一點回饋 還要滿足低銷限制 說到這家銀行 也沒有到非常討厭 只是對舊戶實在太不友善了 感覺自己的帳戶有點作廢 只愛新人不愛舊人 數位帳戶給的利率也沒很高 還要解任務 刷卡一般消費定義太過於嚴苛 排出項目非常的冗長 給回饋也給得非常的小氣 台新給顧客的優惠越來越少 也沒有什麼再進步的感覺 怎麼連基本的跨行轉帳 都給得很摳勒 我都想要換銀行了 簡介說的很動人 但是你們真的有想要幫年輕人嗎 非常懷疑 還是只是想要撈新戶 來測試軟體功能看看 給救護的待遇真的很悶湯 雖然卡片設計會讓人收集 但銀行的態度真的是非常的硬 這個是2022年的大家的心得 事實上在2023年開始 我個人覺得台新的確有一些卡片 越來越好用 簡單跟大家分享 像這張Gogoro Rewards卡 我把它當作是超商還有速食店神卡 你每個月可以在這些通路刷2000塊 就可以拿到200點的點數 它的點數就可以來摺領你的電池資費 換他們的線上的商城抵用券 這些線上商城抵用券 你就可以用比較少的錢 去買到你要的東西 不過它還是只限定在Gogoro 他們整個集團的生態券裡面 提醒你 它的點數有90天的使用效期 你只要有點數進帳它就會一直往後延續 你就不用擔心點數會過期的問題 所以對於我來講 我可以把它綁定在財新配裡面 在小器裡面做消費跟繳費都有10%的回饋 每一次上限給40點 所以你只要繳400元 然後拿40點 這樣就可以了 一個月只要重複5次 你就可以200點拿好拿滿 所以接下來的眾所稅繳稅 這張卡片也是非常好用的 另外兩張卡片 我們之前都有跟大家介紹過 Agogo卡 然後還有Flygo卡 出國旅遊3%無上限 這個的話 就是行動支付有3.8% 像剛剛講到的全銀家配 或者是台信配 綁定之後 在超商所做的消費跟繳費 都算3.8% 推薦大家就是可以把它 申辦下來使用 這是2023年的亮點審卡 它沒有任何的低銷 綁定刷卡就有回饋 真的很不錯 來看一下它的總分 它這次拿到的是3203分 除以70人 平均是45.7分 也都是40幾分 非常的差 那我們來看一下總排名 你看這邊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原品圖 最大的這三塊 你就知道了 花旗 台信 跟Livebank 這三個 就是大家最討厭的 其他的話 其實都是零星分散的 這些不同的銀行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資訊的話 我們下面資訊欄 會有完整的文章 你到時候就可以再點擊 了解更多 看看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2021年的排名 2022年的排名 花旗是第一名 但它今年就稍微向下降了 台信往前了 去年大家最討厭的渣打不見了 中國信通跟國代世華仍是榜上有名 其實你可以從這個排行榜裡面 發現說這些銀行是大家不喜歡的 那他們可能有一些共同的缺點 比如說很愛打行銷電話 然後回饋很複雜 或者是回饋給的不高 不斷的縮水 這些都是大家討厭這些銀行的原因 那我也希望呢這些銀行可以繼續努力 在2023年呢 就是衝高自己的回饋 然後把這個大眾的聲望呢 多撈一點回來 能夠讓它在2023年的排行榜裡面呢 能夠再往前躍升 我也是希望做這個影片的目的 就是希望這些銀行能夠越來越好 而不是只有我們消費者在自爽而已啦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排行榜很有趣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把它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看看 2022年最受人家討厭的銀行 到底是哪五件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拜拜